Hello,大家好,我是老欧阳玛丽 我现在呢,是中国详细的儿媳妇 我看到了一个视频 那个媒妇说,她爸爸要她生二胎 然后她爸爸给她三十万 她不愿意生,她说生一个孩子呢 生活费很高 生下来就用尿不湿喝那份七落八糟等等 长大了呢,还要三十万 如果生的男孩以后还要给她求媳妇 还要买房买车 如果生的女儿吧,以后嫁人还要偏家长 然后,她现在三十多岁了 她的大女儿已经长很大了 她不想生 她不想带一个孩子很少 她不想生了,给她三十万,她也不生 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她要求很高 肯定她有她的原因,她才不愿意生孩子 可是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我想给大家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我自己觉得一个女人 嫁人了以后呢,或生孩子就不对了 一个男人他可以做一切一切的 他就是出了生孩子生不出来 他丑媳妇回来呢,也是为了生孩子 两口在一起,也是有感情,有爱情 才会在一起 不过,一个想要孩子,一个不想生 时间长了,感情也会变 特别难过的就是做父母的人 每一个父母 除了儿媳妇回来,都特别着急 要抱孙子,生两个孩子 压力肯定有一点大 可是,生一个孩子,孩子非常孤单 必须要生两个还有哥伯 我们身在还年轻 不过我们也有老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压力 每一个人生活,肯定要吃一点苦 孩子小的时候,是你照顾他 不过以后你老的时候,你也需要孩子来照顾你 我听说,以前在中国,就生一个孩子 如果生二胎,就要发款 现在为什么,中国又发科二胎 因为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老人 在养老院,都没有地方住了 对一个中国美女来说 生两个孩子,带两个孩子 是太辛苦了 可是,对一个老外美女来说 是小问题 我在一个村里面,认识了很多美女 嫁到中国来,他们都是生三个三个孩子 有一个,她嫁到中国来四年 她生了三个孩子 一胎二胎,都是小女儿 然后,她老公还想要一个小男孩 今年,她又刚刚生了一个小男孩 她的小孩呢,一个比一个大一岁 然后,她也没有婆婆了 她一个人在家带三个孩子 真的太厉害了 如果还没有找到老婆的网友们 出老窝,找老婆来给你妈妈生一个大胖孙子吧 然后,如果还没有生二胎呢 大哥,大姐们 赶紧周年时间,生二胎 我现在呢,也要周年时间,生二胎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呢,给我聊个关注 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出资 拜拜啦 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出资